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哈喽大家好 欢迎收看新一期的大陆作史游戏介绍 最近游戏的趋势都比较偏向自走奇和rockline这一类 所以以后会介绍比较多这类型的 如果你是这类型游戏的爱好者 那就敬请期待 那今天会介绍些什么游戏呢 废话不多说了 赶快来看看吧 ARC Survival Evolved 方舟生存进化2.0 掏人气生存游戏方舟2.0来咯 这次2.0版本解锁了地牢系统 包含了发光生物 BOSS挑战 还有泰克蓝图装备 另外有更多的秘密等待玩家去探索 方舟的故事讲述一群人在神秘的沙滩上醒来后 发现身处于一个到处都是恐龙的远古时代 玩家需要探索这个开放世界 采集各种资源 建造自己的住所 使用野果冲击 还需要打猎获的兽皮等物品 要是玩单机版的话 只需要提防防止被恐龙拆掉就好 线上版就比较多顾虑了 因为毕竟线上玩家都比较爱捣蛋 另外游戏一大特色 就在于你可以驯服这些远古生物 并利用它们帮你跨越海路空 甚至进入地下世界 大陆刚开始玩方舟的时候 完全不知道从哪里开始 还舍不得杀掉嘟嘟鸟 你看他还像你冒爱心泡泡 然后还不知道吃了一些果实会昏睡 下水被鱼追杀 还是被水母垫死了 反正就是死了也不知道什么事的感觉 虽然死亡会掉落所有物品 但好在重生后的 你可以找回自己的尸体拿回你的物品 这个操作怎么有点诡异啊 但是不回来看看 还不知道自己死的那么恐怖 不过玩了一段时间就会上手 而且还会上瘾了 已经迫不及待给自己盖一座城堡 难度方面其实只要小心动物的攻击 其实只要吃野狗和烤肉 也很难会死掉 喜欢生存游戏的千万不要错过 FOR OUR SHOULDER ONLINE 辐射避难所online 辐射避难所online是由美国大牌游戏厂商 BETESTA工作室出品的辐射避难所手游正版虚作 开启避难所外的新冒险 有一天避难所负责人带着重要的器材淘宝 作为优秀的避难所继承人 今天开始所有事物都将由你接管 有玩过单机版辐射避难所的玩家应该不会陌生 但相对线上版的画面比较精致 玩法也比较多 虽然有些玩法和单机版不一样 如需要利用食物来提升居民等级 还有每个工房的加速工作都有次数限制 而且连居民可以生孩子的玩法也移除了 难道是怕我们玩家不抽卡吗 因为是线上版 所以也加入了抽卡的方式来获得角色 另外也有大地图让玩家出去冒险做任务 所以玩家需要装备和升级自己的进攻小队 到外面探索和收集资源 又或者可以让他们清除避难所周围的怪物巢穴 以方便扩建避难所 游戏的基本玩法呢 就需要你管理和扩建避难所 让更多的居民可以入住 还需要时刻注意避难所有足够的电流水源和食物供应 要不然避难所就会断水断电 还会影响居民健康 另外也需要安排居民们到适当的工作岗位 慢慢的升级变强 也可以和其他玩家一比高下 另外游戏加入了Rockline的玩法 在外面探索时 也需要玩家探索每个房间 不时还会出现随机的资源 而且线上版怎么也少不了抽卡养成这类元素 虽然画质好很多 所以你会比较喜欢单机版还是线上版呢 文明重启 文明重启是由炎龙作式开发的一款开放世界杀核竞技生存类游戏 虽然是小厂开发的游戏 不过质量很可以呢 主界面看起来比较简陋 不过画质和玩法还是可以的 这是一款开放地图的游戏 玩家可以自己选择地点 并到处收集资源 建造自己的房子 把造各种装备 还需要打猎和采集野生蘑菇等等 偶尔还会有野生动物 丧尸和病毒 甚至其他玩家的袭击 而一局的游戏维持15天之后 就会结束并重新来过 游戏也有三种模式 分别是新手PVE模式 战狼模式和大神模式 在PVE模式中 其他玩家不能伤害你 也不能把你的房子拆了 所以非常适合新手 但是在最后三天就会解放PVP模式 所以请在那之前让自己变得最强吧 至于一局游戏中 玩家想要互相帮助 还是当刺激游戏来玩呢? 似乎都由大家自己决定 但总少不了一些导弹的玩家不好好合作吧 另外游戏中野外 还有红黄、蓝、三色的油桶 打破后就可获得资源 大鹿打猎时获得一颗鹿头 刚开始也不知道什么用途 后来才知道它只是用于装饰 另外物质也需要时常整修 要不然真的会塌掉 不过需要整修的频率也太高了 你是否能够撑过这首五天呢? 试试看就知道啦 这次影片就到这里了 不过这期介绍的好像都是生存类手游 虽然每个都有自己的特色 玩法也不一样 大鹿本身非常喜欢这类型的游戏 但是这类手游都需要花比较多的时间去经营 而且还考虑到各种因素 要不然真的很容易死掉呢 但是只要安定下来后 一天一天变强的感觉真的很棒呢 尤其是方舟这款游戏 感觉还有很多秘密等着我去探索 希望大家都找到自己喜欢的游戏了 感谢使用 我们下一期见 拜拜 拜拜